來這裡沖繩玩當然要自駕遊 這次來到這裡試車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體驗一個 不一樣的豪華自駕遊 我們現在 我要開估這個豪華自駕遊 其實是一個叫做Masalati Experience Package 的豪華團 馬沙拉提選了跟沖繩合作 推出了這個套餐 這個套餐包含兩萬酒店 你看到這輛車仔 這輛古動馬沙250F就知道了 這間房子會佈置成馬沙主題房 卡拉OK房可以去得多 這次馬沙主題房就第一次去 還有這個套餐包含這個套餐包含 這個套餐包含這個套餐包含 其實這款西裝布料是經常跟Masalati合作的石牙包含 這款都是Segna的西裝布料 床不會變成馬沙的車 但有很多Masalati的東西 包括有一個cushion 有一個床墊 全部的三叉戟 pattern 這個床墊多漂亮 還有一些舊照片的照片 去decorate你的房間 看完廁所有沒有馬沙標 我們先看看公告 這個套餐對於我來說 這間房子的佈置並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套餐在入住期間 這間有一輛Masalati的Grand Carbio開篷車 讓你任意駕駕駛 來到沖繩有開篷車駕駛 而且是馬沙的開篷車 正不正 這個套餐雖然舊了一點 但馬沙開篷車沒所謂 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有在日本駕駛的經驗 不難吧 不過我跳上來後發現 原來這部Grand Carbio是左軚車 駕駛著左軚車 在路面設計為右軚車的地方 是有點不習慣 有一點亂 轉右轉左時需要時間適應 不過不要緊 日本駕駛車 尤其是沖繩這些鄉下地方 人們駕駛車都不快 慢慢駕駛 慢慢試試 其實馬沙拉提日本那邊 提供了一些試駕路線 很適合Driving Experience的路線給我們 他建議由Riskarting出發 向北面走 去古嶼離島沿著海岸線駕駛 這不是開篷車應該要有的路嗎 當然要有的路線 當然要有這些聲音 聽聽聽 我們見到古雨嶺島 前面的橋是2005年落成的古雨嶺橋 在上橋前 這裡有停車場的位置 讓你們欣賞一下 古雨嶺島其實在日本來說都很有名 它有戀之島的稱號 很多日本人自從這條橋建好之後 這個島就更多人去遊覽了 因為它有一個石 叫心形石 有一對心形石 在這個島最北面 古雨嶺島有很多關於戀愛的傳說 戀愛運麻麻的朋友不妨來這對心形招石祈求戀愛運 但我想提醒大家 拍進來之前記得關閉我房 這個停車場很大沙塵 套餐會包一輛Grand Capital給你們駕駛 馬力有460匹 扭力有520Nm 0至105秒而已 現在這個島嶺島是小小的 沒甚麼人靜靜的 只能走路 是時候開估這個套餐多少錢 14萬日圓 對港幣也是1萬元左右而已 Risk Carton的酒店駕駛了四千多五千萬元 其實你多給一點點 就有一輛Marserati的開逢車 給你駕駛了三天兩夜 連早餐 連機場接送 其實真心覺得值得 我個人覺得套餐如果可以選擇車款 就更加完美了 這個套餐由6月開始至年尾的12月 每天只會提供接受一個客人的預訂 當然一間房間可以住兩個人 所以要預約就要快點了 酒店設計了一個Marserati Dinner套餐 給客人套餐 不過是套餐價錢 每位是18000日圓 餐單在這裡 吃甚麼呢 就是吃車的 因為全部都是一些車名 第一架車是吃Portroport 當然不是吃電油 是吃吞拿魚 大廚就說他們會因應不同季節的時間 用不同的材料 所以這個Marser Dinner 是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的菜式 沖繩的Risk Carton有兩樣東西很出名 第一個就是Golf 第二樣就是他們的Spa 不少日本人來沖繩玩 都會特地來光顧Spa 他們的Spa的特色就是 在森林包圍住 除此之外 就有很多獨家的治療 而他們的治療的用料 都會用回沖繩當地的原材料 駕駛完車這麼辛苦 當然要放鬆 平民這個Spa 在日本拿了不少獎